像斑鼠一樣的 把頭這樣做這個實狀切切開 然後像斑鼠一樣的翻開 這一面是鼻中隔那一面 然後這一面就是靠外面那一面 然後我們把鼻孔到這個疊骨 疊鬥的地方畫一條直線 那在這個虛線以上的 就是這個第五對瀆神經 三叉神經的第一支眼支 他來支配的 這部分的黏膜的感覺 還有分泌是五之一眼支 三叉神經的眼支來支配的 那在這個虛線以下的 就是五之二上漢支上漢神經 他發出來的分支來支配的 鼻中隔這邊一樣 也是斜線以上的是這個五之一 斜線以下的是五之二 那上面這邊是嗅覺上皮 那嗅覺嗅神經是地對瀆神經的 可能跟他不一樣 這是地對 他這是五之一 然後這邊有一個神經節 在這個中筆道的後面 你把這個頭挖開來 就會看到有一個神經節 這個是一二神經節 一二神經節就是五之二分出來的 然後呢 好 那這個神 這些神經呢 他有名字 這個從一二神經節發出來 走到這個硬二的地方 這個叫大二神經 然後呢 五之一這邊這條神經 這條叫前塞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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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在鼻中隔也有 這條是前塞神經 然後在鼻中隔的地方 這條叫做鼻二神經 那鼻二神經 他會穿過這個門塞孔 進到我們的上額 這個管道 叫門塞管 或是門塞孔 好 然後來看這個血流支配 那一樣是這個翻書的圖 看外側 外側我們那個皮黏膜 裡面有很多血管支配 然後就有這個前塞動脈 流到這邊 然後後塞動脈 然後從這個一二神經節 差不多這個位置 他有一條動脈叫做疊二動脈 疊二動脈他也會支配 我們這個上比甲 中比甲 下比甲的地方 那另外他也會有從這個 這個叫什麼孔流氓節 反正他就是也會支配到 我們這個上漢的地方 硬二的地方 然後呢 我們的上唇動脈 他也會有分支 去支配我們的鼻腔裡面的黏膜 那在鼻中隔的地方呢 他也是有很多條動脈 也是有前塞動脈 後塞動脈 然後還有疊二動脈的分支 然後也有這個上唇動脈的分支 也會支配到比中隔 大鱷動脈 他也會經過這個門池管 經到我們鼻腔裡面 然後呢在這個區域會寫這些動脈 這四條綠色框起來的動脈 他們會形成吻合 然後這個吻合這個區域叫做 Castleback Area 那這邊呢是特別容易流鼻血的地方 然後我們來看我們的這個 鼻 咽喉 紅色的地方就是鼻咽 Nasopharis 然後呢 這個洞大家記得是什麼的開口嗎 耳咽管 對 是耳咽管的開口 不是鼻咽管的開口 我們的鼻咽呢 前面是軟鱷 然後後面就是這個 跌骨的地方 然後 一直到前面的地方 前面下面是軟鱷 然後前面是後鼻孔 後面就是這個 我們上咽縮機經過的地方 那在這個軟鱷下面這個地方是玄庸 玄庸以下的地方 一直到我們這個 這個地方是 就是慧咽軟骨 慧咽軟骨頂端 這一塊綠色的地方是口咽 Oropharis 那這個是消化系統會在加 那黃色的這個地方 從這個慧咽軟骨的頂部 一直到這個環狀軟骨的頂部 這一塊黃色就是我們的喉咽 那喉咽下去就是石道 所以我們吸進去的空氣就會經過這裡 鼻腔 然後鼻咽 口咽 喉咽 然後進到我們的氣管裡面 我們吃的東西就是從嘴巴進來之後 做一個吞咽的動作 然後這個是慧咽軟骨 慧咽軟骨就會往下把這個喉嚨的地方 把深門的地方蓋起來 然後食物就會走後面這一條路 走進石道裡面 就不會經到我們氣管 好 那現在這個圖呢 是我們從後面往前看 把這個上煙縮肌 中煙縮肌 還有下煙縮肌跟石道 一刀把它劃開來 然後就可以去看我們的鼻咽口咽跟喉咽 最上面的地方 這裡是兩個後鼻孔 然後一直到這裡是軟鱷 這裡是懸咽椎 鼻咽啦 這一塊區就是我們的鼻咽 這一塊區就是鼻咽 然後懸咽椎一直到這個慧咽軟骨的地方 這邊是喉咽 那慧咽軟骨到這個環狀軟骨的地方 欸 對不起 這邊是口咽 那慧咽軟骨到環狀軟骨的地方 這邊就是喉咽 這個圖就是大家在聽一次 是從後面往前面看 然後把包圍住我們這個鼻咽口咽喉咽 外面的這個上煙縮肌 中煙縮肌 跟下煙縮肌還有石道 剪開來才可以看到裡面這些東西 好 然後接下來就進到我們的喉布 那我們的喉布呢 它是由九塊軟骨所構成的 我們等一下的時間就會不停的在龜大腔 看到這九塊軟骨 然後喉煙就是構成我們的喉嚨 然後呢 它裡面最重要的構造就是我們的聲帶 那聲帶呢 可以讓我們發出聲音 那另外呢 這個喉嚨另外一個重要的功能 除了發出聲音之外就是 維持我們的這個呼吸道的暢通 讓這個空氣可以順利的流到背裡面 就是有一點像磅或是破月機的功能 那它的位置呢 是在第三到第六頸椎之間 這一個範圍就是我們的喉布 那我們從這張圖可以看到那九塊 從這個面看不到九塊 只看得到其中兩塊而已 就是可以看到這個是甲重軟骨 然後它下面有這個環狀軟骨 那環狀軟骨下面的氣管軟骨不屬於喉布 算是氣管 那在這個甲重軟骨 環狀軟骨跟氣管軟骨 前面的這個這一塊線體是甲重線 那在上面有一個硬骨 這一塊硬骨叫什麼骨 蛇骨 蛇骨 好 那我們的喉布呢 從最前面 前面的範圍就包括了這個蛇骨 還有甲重軟骨 環狀軟骨 那在蛇骨跟甲重軟骨 中間有一塊膜 這一塊膜就叫做甲重蛇骨膜 那它的後壁呢 就是我剛剛有講到的 上煙縮機 中煙縮機 跟下煙縮機 這是從後面看 上煙縮機 中煙縮機 下煙縮機 那上煙縮機呢 它的起點比較複雜 就是有從什麼溢溝啊 然後什麼 溢煙峰 然後呢 它的指點就是在整骨這個地方 它就是從前面往後繞 這一塊就是上煙縮機 然後中煙縮機 它的起點就是 兩側的蛇骨大甲 這邊 然後這個指點就是中間這一條縫 煙縫 然後呢 下煙縮機 它的起點就是 甲狀軟骨跟環狀軟骨的地方 那指點也是這個煙縫 我們剛剛有看到一個圖 就是鼻咽口咽喉咽那個圖 就是把這邊剪開 從上往下或從下往上把它剪開 然後就可以看到那個什麼 灰煙軟骨啊 然後後鼻孔啊 那些東西 那個圖就是把這裡剪開 翻開之後可以看到 好 然後呢 我們來看這個 頭部的骨性結構 那最上面這個是蛇骨 那其他的就是軟骨 那軟骨有九塊 其中三塊是單一的 不成對的 就只有一塊 包含了最上面這個是慧焰軟骨 在這邊 這是從後面往前看 這是從外面往裡面看 這個是慧焰軟骨 有一點像葉子的形狀 有一點像馬桶蓋 這個是慧焰軟骨 epicotic cartilage 然後呢 下面這一個形狀不規則 上面有一根腳 下面有一根腳 這個是甲狀軟骨 syroid cartilage 然後呢 這是從後 這是從側邊看 然後我們從後面往前看的話 這個就是甲狀軟骨 這一塊 他把這個慧焰軟骨包起來 包在裡面 然後呢 在甲狀軟骨下面 這一塊是環狀軟骨 quicoid cartilage 那環狀軟骨從後面看的話 就比較厚 前面他是比較窄 後面是比較寬的 這個是環狀軟骨 這三個軟骨是單一不成對的 那另外有三對軟骨 是比較小 那他們是成對的 這三對裡面最大塊的是 這一個三角形的 這個是韶狀軟骨 erotinoid cartilage 那在韶狀軟骨的上面 有兩個小小的 這個叫做小腳狀軟骨 coniculate cartilage 在這邊 然後另外還有兩塊更小的軟骨 叫做蟹型軟骨 cuniform cartilage 那這三個他們是成對的 所以三加六就是九 九塊軟骨 好 那我們這個喉部的軟骨啊 他很他雖然是軟骨 但是有可能在受到外力碰撞的時候就骨折 譬如說我們在做一些激烈的運動 像是拳擊或是這個曲棍球或是打棒球 如果這個棒球飛過來剛好打到脖子 或是那個曲棍球這個棍子打到脖子的時候 或者是如果你在開車然後突然出車禍 你的安全帶勒到脖子的時候 這時候脖子這個甲鑽丸骨跟環鑽丸骨就可能會骨折 那這次已經把他釘起來了 骨折的話會看到就是脖子這邊會有很嚴重的皮下出血 那他骨折的時候有可能會傷到我們的這個神經 所以呢他就是因為出血關係 加上傷到神經的關係 就會有可能造成我們呼吸道有阻塞 然後還有聲音沙啞 那有時候會不能講話 等到傷口好了就可以講話了 好 然後我們來看甲狀丸骨 我們現在把那九塊軟骨一個一個看 那甲狀丸骨呢 是我們這個三塊軟骨裡面最大的那一塊 那甲狀丸骨上面這個凸起來的叫做上角 那下面這個凸起來叫什麼角 對 大家都從此就不用我教了 然後呢甲狀丸骨它是有兩塊板狀的構造 然後在前面融合起來 那前面融合起來就凸凸的 我們脖子可以摸到那個就是喉結 我們手可以摸到這凸凸的就是甲狀丸骨的喉結 然後呢在甲狀丸骨前面有一個V型的凹陷 這個叫甲狀丸骨 那剩下我們就下一兩課來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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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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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